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线往下延伸即从无名指根部一直延伸到感情线时 这暗示你的财富一般能达到小康的状态 比如有车有房有一定的存款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就是这种情况 二 小富 要达到小富的状态 除了首相中的财博宫长得要饱满之外 太阳线也要比上面第一种情况更进一步才行 也就是太阳线从无名指的根部一直往下延伸 并且要穿过感情线 这说明你一生之中能有较好的财运 或友好的际遇 能达到小富的层次 一般这种人从31岁左右开始 便会慢慢迎来人生的视野高峰 三 中富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其一 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 还能弯曲延伸到第二火星丘 其二 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 能延伸到月丘四周 遇上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 说明你人生的财富都能达到中富的层次 会有较丰厚的财富 四 大富 现实生活中大富之人只是少数 因此大富之人的首相也肯定是很少见的 比如只有当太阳线一直由无名指的根部往下延伸 与生命线相交或接近时 才可能实现人生的大富 这种情形很少 由于一般人的太阳线都不会这么长 二 太阳线演变成路马纹 必定大富大贵 所谓路马纹是指在无名指下方 出现的一条特别细袖身长的六袖纹 西方首相中称为太阳线 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 甚至到了手掌的底部 这样的掌纹被称作路马纹 如果此纹太短的话 不以路马纹论 一 生有路马纹的人一生吃穿不愁 六袖纹又被称为偏财纹 六合纹 易卢纹 首相隔绝 六袖入场中处事好心胸 平人成大富 谋职路未封 掌中生由六袖纹的人 会因为文艺创作 在晚年出名发财 或者是以偏财致富 野主长寿 首相隔绝 六袖号路马 富贵首相当 道林文师伯 自由尽帝王 也就是说 如果六袖纹特别深长 演变为路马纹时 主其人大富大贵 一生吃穿不愁 即使是手上的其他掌纹 生得不好 事业难有大成 却是一生物质生活充裕 从不用为钱财上的事忧心 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 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 二 路马纹再生有支线者 此生运势更急 一 路马纹有支线延伸到虚指根部 其人一掌权 路马纹七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 延伸到虚指根部的话 其人此生运势更急 如果是男性的话 最适合从政 在仕途中发展 青年时期 既能观跃亨通 步步高升 更年后 即可获得险贵职位 大权在握 如果是女性的话 则很可能成为女强人 事业发展顺利 但是在家中也是强势掌权 容易压制自己的男人 婚姻不美 路马纹有支线延伸到中指根部 为大富之格 路马纹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 延伸到中指根部的话 为大富之相格 主题人在事业上发展非常顺利 很容易出成就 财运也是特别旺盛 一生勤财不断 路马纹有支线延伸到小指根部 越老越有福 路马纹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 延伸到小指根部的话 主题人处事踏实 工作努力 为人不卑不亢 最后必在科技或商业上有所成就 并且越老越有福 三其他罕见的富贵纹路 一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树纹多 正所谓人无横财不负 手掌上以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星丘部位 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树纹 表明一生横财有道 不仅财运好 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 生有这种聚财纹的人生来命好 清源深厚 左手有这样的纹路 则可通过官运亨通 发家致富 可做老板 而如果右手生有 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 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 二 拇指中间有闭合圈纹 人的拇指剩余手掌的金星丘部位 主义生田宅官路的风足程度 而拇指上的横纹之间 如果形成闭合圈纹 形如眼状 则是典型的凤眼纹 换言之 也是难得一遇的钱眼纹 拥有这样纹路的人 手气极佳 运气傲人 做生意往往只赚不亏 欲生广交朋友 财源宽阔 不但有横财 更有贵人相助 到了中年之后 可有钱有势 三 生命线和智慧线交叉 延伸到掌外 生命线和智慧线 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 看命运好不好 运程顺不顺 多数就是看生命线 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 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 位于掌外 分叉纹路有几条 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 缘身得越长 就表明钱财越多 这样的人不仅生来含着金汤时 更是财路的人 此生注定中一次百万大奖 或许通过生意发家者 大有人在 四 手上有新闻 在小纸下方的水星秋处出现新闻 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 横财可得 二是代表你的子女财运也会不错 可享子女之福 如果在太阳秋或木星秋出现新闻 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 心想事成 太阳秋的新闻若连接了婚姻线 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 飞上枝头做凤凰 若是连接了太阳线 则可能因为创作过艺术才华而声明大造 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 有时会消失 你能否把握住 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 五 手掌中多财库 若手中多财库的人 则亦大富大贵 从像术学的角度分析 一般来说 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 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 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 皆为财库 表示着财富 为了男女 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 是容易大富大财的手下 六 手掌掌纹呈M型 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 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 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M型 由此手下特征的人 通常有很强的视野心 拥有远大的目标 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 不达目的 绝不放弃 因此 这类人往往不到四十岁 就能够功成名就 名利双收 假如拥有这种手下的人 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 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 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 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或者是事业的方向 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 看了上述这些特征 想必不少人已经纷纷聚起手掌 开始仔细端详了 不过还是那句话 纵使老天给了你不错的发财手 你也得有相匹配的能力 毅力等主观要素之称 否则光凭天赋 哪能稳坐江山大富大贵呢 一般相手 大多通过观察手掌的掌形和掌纹 来了解其人的人生运势 但是 对于一个精通手相的人来说 手指的长短 手指上的纹路 都必须仔细观察 不可轻易放过 下面 请跟随我们一起来看看 手指指节纹都有哪些急凶寓意 四种指节纹线 看你一生衣食足缺 一 理财文 在手掌感情线上方 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文 有这种理财文的人 通常是替老板 上司理财 经常会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 获得出纳 当然 自己也会理财 因此不会缺钱用 一 理财文二条 同时 婚姻线也出现二条 则理财能力虽佳 但人缘家 桃花多多 要妥善处理感情 避免发生三角关系 二 理财文一条 其中一端 却露出指缝 可就不妙了 成天做着发财梦 想中大乐透 或天上掉下钱给你 即便偶有幸运得到 往往因不善迎谋 迅速会失去 不能脚踏实地 祝梦踏实 无名指特长 接近中指高度者 尤为应验 三 理财文一条 手上有理财文一条 长短适中者 理财能力家 能将理财知识融汇贯通 再加以改良 变成自己的专属赚钱方式 财运称望 财的来源可能是偏财 或结婚得财 得来之后 你有能力将其翻倍 四 理财文三条 身锈明朗的你 个性上足智多谋 能够举一反三 应用在理财上 收获满满 正财偏财都旺 不但有意外之财 还常常得到贵人助力 有本事在理财领域 大展长财 只是若同时出现金星带 要小心因好色失财 二 凤眼文 在拇指第一节指节上面的指纹 成一个圈形的纹路叫做凤眼文 通常有凤眼的人会得到一个好老公或好老婆 因此可以一生衣食无忧 拇指第一节的地方 出现外貌如眼睛的肤子眼 凤眼文是吉祥的标记 有这种印记的女性就会嫁到各个方面都有的男性 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 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 那就会更加有利 食指有三豹纹也是吉祥 三 三豹纹 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 如果有三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豹纹 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 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 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的 或者是做女性用品生意的 四 钱财文 在无名指和小指有细细的斜线叫做钱财文 一般人都有 例如工作奖金 一万小奖 分红等等都属于这类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 而且愈动愈望 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 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 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员 名声 以及一切跟幸运有关的运势 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 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 此外 钱财文还有这些特征 一 钱财文身长 再有财库者 此人存大财 二 钱财文一条一条者 为有财之相 意外之财 三 钱财文上出现导文 连锁撞者 为破财 口舌 四 钱财文上有十字者 或有数限者 均为调动工作花钱之相 花钱必能调动成功 五 钱财文断断续续者 此人大财没有 小财不断 存不住财 哪些首相看你一生衣食无忧 一 财运线明显的首相 在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线是财运线 这条又称为成功线 无论男女如果在手上能有这条线 这是意味着死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 也会很有钱 成功线是表示成功或人缘方面的关系 这条线是由各个不同的位置升起的 但其线的尖端都会伸向太阳丘 即无名指根部 这条线也可以叫做运势线 通过这条线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功运势的好坏 一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 而且门路非常深且清晰 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 事业顺利 身边也会有很多个贵人相助 二 如果财运线门路升得深并且清晰 这样的人大多很精明 有比较理想的财运 事业也会发展得很顺利 这样的人非常善于投资做生意 三 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线升了断序 可能说明此人财运会较差 做事多不顺心 生活上也多困难 这样的人会比较性质疾 没有忍耐性 应尽量学会控制自己 避免有更大的损失 四 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纹路升得像波浪形状 这样的人大多财运会不稳定 而且都有烦心事 需要不断地努力 才可有一定的成就 但是要注意 钱财可能会被他人所占的情况发生 五 如果财运纹升得像一个连环着一个环 如项链一样的形状 这样的人大多会有偏财或不义之财 但是也可能会因为钱财而给其带来麻烦 要防止因财而生灾 六 在首相学上 如果财运线升得很长 而且超过了手指缝隙 这样不利于聚财 即使有了财富 也可能会失去 可以说是左手进右手出 应该学会理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